除夕之夜 备上美酒佳肴 龙非夜和韩芸汐相对而坐 两人对应 殿下 臣家给你拜年了 愿今年一切顺利 殿下安康 今年 龙非夜喃喃自语 似若有所思 又似有所期盼 免礼吧 龙非夜离了酒桌 坐在门边 望着雪景发呆 殿下 有心事啊 龙非夜没说话 招了招手 示意她过去 韩芸汐一边坐着 一边等着 浑浑欲睡 不知不觉 缓缓地轻身 靠在龙非夜的肩上 龙非夜小心翼翼地 将睡着了的人儿 揽入怀中 又一年了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礼 韩芸汐 有朝一日 你若面对选择 什么才是你心中最终 这一夜 韩芸汐在龙非夜怀中睡得可香了 她做了一个美梦 梦见 冬去春来 满园梅花纷飞 龙非夜就在花丛中 回头朝她招手 一日清晨 韩芸汐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她一出门 就撞见暗卫 再禀龙非夜事情 殿下 今儿一大早 三大郡各县令 都跪在郡守府门口 说见不着你就不回去 让他们跪着吧 本王过了十五才回 韩芸汐显现笑出来 那些县令要是听到这俩字 估计半天都跪不住 争先恐后地跑回去 殿下 咱要去找梁吗 去准备准备 下午出门